新约启示录中预言的被盗者、灭亡者和救恩者 新约启示录成就时 启示录书卷中预言的被盗者、灭亡者和救恩者的实体都会出现 而且他们彼此为敌进行征战 看见过他们吗? 如果他们出现,看见后能认出来吗? 现在您所属于以上三种存在中的哪一个呢? 当新约启示录成就时 启示录中记载的预言的实体都会出现 看见过这些实体吗? 并且看见的话能认出来吗? 我们的圣徒应该看见并相信的是新约中预言的实体 许多人都在说着自己相信 但真正应该相信的是预言中的那些实体 只有应许的预言成就了 实体出现了 才能看见并做见证 耶稣出灵时 旧约预言成就 实体显现了出来 耶稣及其门徒们为此进行了见证 但以色列百姓听见了也不相信 反而逼迫说是异端 那么如果今天新约立约的牧者 来见证耶稣约定的新约所成就的实状 人们会相信吗? 不要再过说谎的信仰了 圣经66卷中的启示录中说 如果加天删减这书卷的预言 就不能进天国会受到咒诅 尽管这书卷的预言 已经记录了约两千年了 但是在天上地下 没有人明白启示录 如今即使启示录已经成就了 大多数基督徒 也对这书卷中预言的话语 及其实体一无所知 甚至毫不关心 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即使出灵的耶稣 接过吃尽了旧约以西节书三章的书卷 来见证了成就旧约的实状 以色列百姓也不相信 如今 尽管新约立约的牧者 接过并吃尽了启示录十章打开的书卷 且看见又见证新约启示录的成就 基督徒们也不相信 无论旧约时还是新约时 信仰人对经书的知识都太过薄弱 因此 即使应许的预言成就实体显现 也不能相信 因此 我多次向世上的牧师们提议 以经书为中心 在大众面前进行公开考试 但至今没有一个人响应 这样的人能有救恩吗? 还有 在这样的人底下会有救恩吗? 新约启示录成就的如今 只有领受在耶稣成就启示录的现场 看见听见的新约立约的牧者得胜者的见证 并区分新约启示录中预言的 被盗者、灭亡者和救恩者 以及救恩者的所属 通达启示录 遵守约定才能得救 是否按照旨意遵守了约定? 真正的正统是通达新约启示录的得胜者及其所属 真正的异端是家天删减启示录的人